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魏老师给大家讲故事 今天还是来给大家讲一下 红四方明军的高级将领 张国焘和陈昌浩 今天的内容是张国焘和陈昌浩的一个封链 我之前讲过一节 就是说张国焘的三驾马车 黄超 李特 何卫 那么什么意思 就是说黄超 李特 何卫 他们这三个人是张国焘的铁杆粉丝 他们由于是张国焘一手培养起来的 他们是坚定的服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的三个人 那么我在讲这一章的这个同时呢 我看很多讽刺留言 说是陈昌浩也是 所以说我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一章 就是陈昌浩 包括当时的徐帅 就是徐向前元帅 为什么要执行张国焘的命令呢 张国焘是他们的直属上级 那么下级服从上级 这是党内的一个规章制度 也是党的一个组织原则 所以说是徐向前 他们对于张国焘的这个服从 跟黄超里特何位 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就是什么呢 陈昌浩跟张国焘的决恋 那么陈昌浩 他最早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 他也是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 那么他回国之后 跟张国焘一起被封配到二丸苏区 做了什么 相当于实际上二丸苏区的二把手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不論从组织关系或者到私人关系 张国焘 陈昌浩这个关系是非常好的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其实就是张国焘 陈昌浩主政 徐向前主军 相当于徐向前是一个军事执行者的一个身份 那么张国焘和陈昌浩是军事决策者的一个身份 所以说呢 一直以来张国焘跟陈昌浩 他们俩的一个合作是亲密无间的 那么陈昌浩是什么时候 开始跟张国焘决裂的 俗话说的好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他不是说一开始 一上来就跟张国焘争执 不是的 那么第一个 陈昌浩跟张国焘决裂的苗头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在三五年十月五号的卓木雕会议 那么卓木雕会议 其实呢 我之前断断续续的讲过一点 他就是张国焘封裂党中央的一个会议 那么他在三五年十月五号 在这个卓木雕这个地方 他在四川境内 就开了这个会议 他这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什么 他要自立为王 成立一个新的中央 然后呢 认为毛主席带领一三军团 当独北上 他张国焘把他定义为逃跑路线 这是第一 第二 他要甩开伯古 李德中文来 张翁天 毛主席 自己新建了一个中央 自立为中央主席 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然后呢 要开除谁 他非常可笑 要开除伯古 李德 张翁天 周总理 毛主席 他们的一个职务 并且要怎么样 要通缉他们 那么他在这个会议上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呢 由于这个会议 在开会之前 大家心里都不知道 以为是常规军事会议 这个会议的内容 只有张国焘跟他的秘书黄超 也就是张国焘的铁杆 他俩一起来研究的这个会议 会议精神 那么等张国焘在这个会议上 抛出了自己要反党 自立为王的这个决议之后 大家都是傻的 要知道 连同当时对张国焘为命是从的 陈昌浩 他的表情是非常的惊诧 那么陈昌浩当时的表情 是谁告诉后人的 就是宋坎夫 他是当时红四方便军电报局的局长 他也参与了这个会议 这是他看到的 说是陈昌浩的表情非常诧异 因为陈昌浩压根就不知道张国焘在这个军事会议上要抛出来这个结论 就是张国焘要求陈昌浩许向前 单独带领四军三十军南下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陈昌浩许向前 还是跟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在一块呢 他们属于右路军 就是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四军和三十军 他是话归在哪 话归在毛主席所领导的右路军里面 那么在35年9月9号之前 张国焘的电令 红四方面军单独南下呢 是跟陈昌浩商量的口气 那么直到9月9号 这个草原密电之后 那么陈昌浩在执行了张国焘的这个南下的这个政策 所以说根据电报显示 其实呢 当时张国焘在跟陈昌浩商量的时候呢 陈昌浩的意见是不要封链 那么北上是正确的方针 包括毛主席和陈昌浩许向前开会的时候呢 陈昌浩也是认为北上是正确的方针 那么如果北上实在行不通 那南下也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步骤 那么从陈昌浩的这个表述上来说 他并不是百分之百同意张国焘南下的这个错误路线的 那么到了这个草原密电之后呢 他只不过是屈服于张国焘的这个权威 才带领四军的单独南下 所以说是在着目雕会议上 陈昌浩的反应 其实在9月9号之前 张国焘跟陈昌浩这个电报往来里面呢 就能看得出来 陈昌浩并不是非常的赞成张国焘 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的 那么在着目雕会议上 张国焘宣读完自己的决议之后呢 他当然首先呢 要获得大家的支持嘛 所以他首先点名让陈昌浩发言 那这个时候陈昌浩是懵的 是诧异的 陈昌浩保持沉默 这个时候其实张国焘是非常生气的 因为张国焘他要自立为王 必须获得谁 陈昌浩和徐向前的支持 他是手下的左右两员大将 那么皇超里特包括何位 这是张国焘的亨哈三将 那这三个人虽然在红四方面军里面也是高层 但是他们手上的实权权力跟权位 没有陈昌浩跟徐向前的高 所以说当时呢 张国焘对于皇超里特何位 他们三个对他的支持 他是非常有信心的 所以呢先让谁呢 先让主军的陈昌浩和徐向前发言 结果张国焘没有想到 陈昌浩和徐向前两个人呢 都保持了沉默 没有发言 那么至于朱德刘伯承呢 肯定是反对张国焘南下的错误路线 以及张国焘另立中央这个错误的决定 那么让人诧异的是什么 来自红一方面军的 就是一直跟随着毛主席的何昌公的发言 那么当时何昌公认谁 九军团的政委 那么九军团的这个军团长是罗炳辉 罗炳辉他是一个怎么说 他是国民党起义的一个将领 那么就说何昌公跟罗炳辉的 在这个中部调会议上是 旗帜鲜明的支持张国焘另立中央 然后呢 何昌公列数了一些中央的一些错误 那么张国焘顺势就说了 借着罗炳辉的话题 那么张国焘斥责当时的中央苏区 说是中央苏区那么大的一个根据地 三十多万的军队 结果都被博古里德的一个错误路线 致使什么呢 中央的根据地丢失 那么等一四方面军在冒公会议的时候 使得红一方面军只剩下一万多人 所以说呢 当时张国焘呢 就说是要清算这个什么呢 一方面军的这个军事路线错误的问题 但是由于当时在作战环境下 那么当时的中央没有展开这个错误路线的批判 而是研究军事行动的方向 到底是要北上还是南下 因为这个才是最迫切的 所以呢 张国焘借何昌公的发言呢 又抛出了他对中央的不满 那么这个时候 红一方面军的何昌公跟罗秉慧的这个发言 让红四方面军的同志非常诧异 根据这个电报局局长宋康夫的回忆 那么何昌公跟罗秉慧所说出来的这些内容啊 他们是吻所为吻 大吃一惊 对于红四方面军啊 就是当时在卓木调开会的五十多个人 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震动 那么其实我之前呢 有单独讲过何昌公 为什么在这个卓木调会议上支持张国焘呢 首先来说 何昌公跟毛主席是好朋友 这是第一 私人关系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这个何昌公啊 他是留法的 他跟郑文来早期啊 建立了旅欧共产主义支部 就说是何昌公在党内的地位也是非常高 而且呢 他是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 而且呢 我们中国共同红军的第一面红旗 也是谁 何昌公设计的 那么当时朱德带领南昌起义的部队 转仗湘南的时候 那么朱德呢 也是何昌公 先认识朱德 然后呢 何昌公啊 去引导朱德上了井冈山 也是由何昌公介绍毛主席和朱德 两个人认识的 所以说何昌公啊 他作为毛主席最信任的九军团的政委 政治委员 可不是军团长 就是咱们的红军作战 或者是八路军或者解放军作战 为什么很少出现这种成建制的 比如说导向敌人的 那就是因为咱们这个有政委制度 那么军队的军团长也罢 军长也罢 他是重退的一个军事指挥家 那么政委是什么 政委其实呢 就是心向党中央 无论你这个部队走到哪里 那么有这个政委帮什么呢 帮党中央在看着这个军队的 这么一个角色的人 再加上他跟毛主席的渊源 要知道他的名字都是毛主席给起的 何昌公 因为他之前叫何空 就这么一个人 没想到他居然能背叛中央 那么就是说 大家也分析过这个何昌公 他当时是有怨气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红武军团 就是董正辉的红武军团 以及这个红九军团 就是何昌公 罗炳慧的红九军团 在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 就是毛主席的中央红军 跟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呢 这个五军团和九军团呢 被毛主席划分到张国焘带领的 左路军里面 那么毛主席让罗炳慧 让何昌公 让董正辉 留在张国焘的部队是什么 是监督跟引导张国焘的 这个四方面军 执行中央的北上这个命令的 那么谁知道 何昌公跟罗炳慧 到了张国焘地盘之后 看到张国焘的这个兵强马撞 然后呢 就倒向了张国焘 那么当然 因为何昌公罗炳慧 在琢磨调会议上的表现 以及支持张国焘的言论 那么何昌公 就被张国焘 认为在他的这个体系内的 中央候补委员 就是何昌公在这个 中部调会议上的发言 也不是白发的 支持张国焘的这个言论 那么所以说是 第一 毛主席带领一三军团 当都北上的时候 就没有通知谁呢 董正达 何昌公 罗炳慧 带领五九军团出来 为什么 条件不允许 当时啊 毛主席彭德怀 带领三军团 当都北上的时候呢 也是匆匆忙忙 没有条件通知 何昌公 罗炳慧 董正达 那么这个时候 何昌公心里面有气 他就觉得 关键时刻 你们也不通知我 把我们丢在这 不管了 这是第一 那么第二 据说 董正达带领的 五军团 跟罗炳慧 带领的九军团 他们在 红军长征的时候 属于后卫 绝命后卫是 后卫跟宜兵 也就相当于 一个边后卫 后卫 跟边后卫的 这个角色是什么 其实就是 丢阻宝居的一个角色 就是什么 就是为了 保护中央纵队 为了保护中央 那么九军团 跟五军团 其实是 可以被牺牲掉 他们在 行军队伍的尾巴上 阻挡后面的追兵 所以呢 五军团 九军团的牺牲 是非常巨大的 他们减员 五分之三 那么九军团 减员 五分之四 出发的时候 一万一千多人 到达 冒攻的时候 只剩下一千多人 所以说 这个何长工 罗炳慧 他就认为 当时中央呢 认为他们是 可有可无的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就不如 跟着张国涛干咯 那么关于 红武军团的 董政坛 他本来是隶属于 国民国民军 第26陆军 之前冯玉祥的手下 后来投降了 蒋介石 后来又怎么样 起义成了 我军红武军团的 军团长 那么他虽然成为 共产党员不久 但是他是 坚定的革命战士 那么他在 卓木调会议上 是明确的反对 第一 张国涛南下 第二 反对张国涛 另立中央 结果张国涛 让他手下的 这哼哈三将 在军事会议上 去打 董政坛的耳光 所以说呢 董政坛 他是跟 朱德和刘伯成 站在一起的 反对张国涛南下 以及另立中央 这个错路线的 那么从这个 卓木调会议上 的这个表决结果来看 大家应该能意识到 陈昌浩 他跟 黄超里特 何位 他们对于 张国涛的这个服从 他是不一样的 他是有自己的 党性原则的 而不是说 盲目的服从 张国涛的 这是张国涛跟 陈昌浩的第一次 不动声色的 一个封链 那么等到第二次 就是在 三六年 九月的时候 那么陈昌浩 跟张国涛 这个封链呢 就摆在了桌面上 那么时间来到了 三六年的 九月十六号 这个是在 卓木调会议之后的 一年 这个时候的情况 以及环境 已经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什么 当时张国涛之所以 他敢于另立中央 跟中央闹风链 要单独带领 红四方面军南下 是因为他兵强马撞 有八万六千多人 中央红军一万多人 那么到了此刻 中央红军呢 已经在陕北 延安立足了脚竿 那么反观 红四方面军 经过百战关一战之后 红四方面军的主力 损失掉一半 那么这个时候 红四方面军南下路线 已经破产 再加上 共产国际的张浩 带回了 共产国际的命令 那么张国涛 不得不取消了 他自己另立的 这个伪中央 那么这样子一来 红四方面军 北上 与毛主席领导的 中央红军会时呢 这成了唯一的一条道路 所以说是当时呢 中央命令 红四方面军 以及二六军团 组成的这个 二方面军 改组为中央西北局 那然后呢 命令二四方面军 北上与一方面军会时 那这个时候的张国涛 害怕了 为什么 你想一下 他有多么大的罪过 第一 他南下分裂中央 第二 他另立中央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那么回到延安 对他来说 留着的就是一条路 对他深刻的批判 所以呢 他不愿意回去 他于是呢 就组织召开了 这个敏州会议 然后提出了什么 提出要吸进 怎么样 把红四方面军金刚速 拉到青海去 另立局面 说白了 就是他不敢回延安 自己不敢回去 还是要拉红四方面军走 去这个青海这一带 不毛之地 自己占块地盘 还是要另立为王 所以说直到此刻 张国涛封裂红军 这个贼心还不死 那么在这个明州会议上 陈昌浩人 当着张国涛的面 就把跟张国涛这个 风起呢 直接摆在桌面上 不同意张国涛 封裂中央这个决定 坚决要求张国涛 执行中央命令北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居然陈昌浩把张国涛说哭了 啊 张国涛说 想想你 陈昌浩现在要反了我了啊 我的命令你不听了 结果陈昌浩说了 哭 也无济于事 你北上 然后呢 你跟中央承认你的错误 结果张国涛这个时候一看 说不动陈昌浩啊 陈昌浩现在已经不听他的了 又跑到前线去找徐向前 给徐向前说 陈昌浩现在是不听我的了 他要反了 算了 我这个职务 我也干不了了 啊 让陈昌浩来干吧 结果 朱德没给他客气 朱德说 你干不了 有人能干得了 那么北上的路线 这个是不可以改变的 那么徐向前当时也表态 啊 我们也不会再跟着你去折腾了 啊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就是说张国涛在红四方面军内 是重判清理 所以呢 张国涛在闽州会议上 企图再次封裂红军的这个阴谋又破产 那么接下来的只有一条路 就是怎么样 带领红四方面军备上 那么至于张国涛后来又有一个封裂红军的一个机会 是啥时候呢 就是我之前讲过的 就是张国涛跟西路军的失败有什么关系 因为在36年的10月 中央给出了宁夏仗义的计划 要求张国涛把啊 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呢 抽调过黄河啊 发动这个宁夏仗义 那么这个时候张国涛又看到了机会啊 因为本来他就想西进 西进到甘肃啊 青海这一带 但是呢 朱德啊 徐向前 陈正浩不同意 那么这个时候结果中央给出了一个向西的命令 那么这个时候他觉得封裂红军的机会又来了 他又可以怎么样 带领他的红四方面军全部渡过黄河 怎么样另立局面 中央的命令是红四方面军过黄河去发动宁夏战役 打的是宁夏 但是张国涛他想去的是甘肃跟青海 就说去甘肃跟青海 他得路过宁夏 那么红四方面军都得过黄河 过了黄河之后啊 先到宁夏才能到甘肃才能到青海 所以说呢 张国涛又准备再一次封裂红军 那么所以说 我之前讲啊 张国涛对于西路军的失败有没有责任 那么张国涛在还没有到延安之前 就是说他还没有丢失掉对红四方面军的控制权之前 他对西路军的失败 他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么当然等他到了12月初到了延安之后呢 那么他听从了共产国际的代表张浩的这个建议 让他放弃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 那么至此之后 他才对红四方面军没有了影响 那么就是在36年年底之前 张国涛对于红四方面军还是有他的直接影响 为什么 毕竟他是红四方面军的直接领导 因为咱们这节主要讲的是 陈昌浩跟张国涛的决裂 那么陈昌浩跟张国涛决裂之后 那么组建了西路军 西路军呢 陈昌浩作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主席 作为一把手 那么这个时候陈昌浩已经跟张国涛完全决裂 所以说呢 这个时候陈昌浩是坚决的服从中央的电令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中央的电令 由于当时的这个西洋事变的爆发 国内的局势几天一个变化 所以说呢 当时中央给到陈昌浩的这个电令啊 用徐向前的一句话来说 这个飘忽不定 这个飘忽不定 我之前也讲过了 他这个呢 是怎么样 省时夺势 根据当时国内的一个环境的变化 然后呢 要给西鲁军一个不同的这个任务的指示 啊 那么这样子一来的话 很多那种啊 所谓的学者又说 哎呀 那个陈昌浩啊 如果你当时不听从中央的命令 单独带领这个西鲁军啊 直接打到这个新疆地化去 那么西鲁军不会损失惨重 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第一 典型的事后诸葛亮 第二 完全不懂党的这个组织原则 其实我在这一节的时候 已经反复的讲过了党的组织原则 下级服从上级 少数服从多数 那么你要知道 当时陈昌浩 他是身背着 跟随张国套南下错误路线的 这个触奉的 那么他刚刚跟张国套决裂了 难道他这时候不听中央的命令吗 那不可能吗 第一 不听中央的电令 这是不服从组织原则 那么这个是要受到触奉的 那么所以说是 陈昌浩当时服从中央的电令 哪怕中央过来的这个电令 飘忽不定 这是怎么样 陈昌浩做的是正确的 而且中央的电令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而给出的不同的一个命令 所以说很多人事后才说是 哎呀 如果陈昌浩怎么样 这个事没有如果 所以说呢 等到80年给陈昌浩平反的时候 最关键的就是来自于什么 在他带领西路军的时候 是坚定的执行了中央的命令 哪怕这个作战是失败的 要知道作为西路军总指挥的徐向前 在吃了败仗之后 回到延安 怎么样毛主席还安慰徐向前 有机就有单 留的青山在不怕没穿上 说明什么 这个西路军作战的失败 那么中央其实呢 根本就没有怪罪 陈昌浩跟徐向前 所以无疑的来说 陈昌浩在带领西路军的过程中呢 他只犯了一定的战术错误 就是在林场指挥上他有失误 那么对于中央这个电报的电令 的这个执行上面 他是百分之百执行的 虽然有人在诟病他机械的执行 但是呢 我认为从党的组织原则上来说 陈昌浩做的是正确 那么好 这段时间呢 我是在给大家集中的来讲解 红四方面军以及西路军的故事 那么由于西路军呢 他是一个历史上 没有百分之百解密的一个事件 那么所以说我从不同的一个侧面 关于西路军不同的侧面 把西路军的这个故事 以及里面的人物关系穿插着讲一遍 那么大家会对西路军的这个历史 会有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 好 那么今天关于陈昌浩跟张国套的决裂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上去 中文ki 南建训 眸西路军 眸西路军